新鲜鱼肉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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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珍妮,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期和大家分享一道 广东猪肝三个州冷门的传众消息 叫狗猪粥,也叫狗仔粉 也是北方所说的麵鲤鱼 你可以在显示栏格下方找到全部制作食材 先来分离蛋白 蛋白放在中间面粉里面 而蛋黄放在汤里面 这里是用了两只鸡蛋 将鸡蛋黄搅拌均匀备用 中间面粉180克 倒入鸡蛋白,用筷子搅拌均匀 分3次加入清水,200毫升 边加边搅拌 搅至粘稠,还未成为面团 拉起来有流动性,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将上海青清洗干净 这种小白菜加在汤里口感有点脆脆的 全部切碎 蕃茄2个切成小块 开大火,花生油1汤匙 油热后加入蒜蓉1茶匙 已经洗干净的虾米20克炒香 炒香后加入蕃茄 鸡汤900毫升 如果没有鸡汤可以用清水代替 盖上盖煮至水滚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面汤壳 直径16厘米 改为小火,把面放在大壳里 用小湯壳一压 这样面就会掉到汤里形成疙瘩面团 稍微搅一搅,防止它黏底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疙瘩 它的形比较漂亮,每一个都生得差不多 改为中火煮滚 煮滚后再加菜 菜差不多熟了,倒入鸡蛋 盐1茶匙 麻油2分1茶匙 一些些白胡椒粉 简单调一调味就可以了 记得我小时感冒发烧 我妈很喜欢做这道鸡蛋汤给我吃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学回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道北方的面汤 现在妈妈的年纪大了 就让我做给她吃吧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